知识问答 黄牌跟黄牌 初衷 欢迎大家 接下来到春晚知识问答 不是 你们力量太庞大了 小宋帮忙猜 啥了 小宋能得猜出啥了 春晚还是看 春晚 双方队员根据现场播放的小品片段进行抢答 揭出下一句台词 在每轮抢答前 双方需要进行押注 答错或者抢答失败的队伍需要接受惩罚 我们让王浩史特先来 海音海宝在旁边观战 我们今天压的是大蒜 压几半都行 如果你们有自信抢到并且答对 输的那队要把对方压的蒜头全砍下去 羊肉串呢 哪就羊肉串啊 饺子呢 面条呢 面条是吧 总得给点什么东西吧 就面包饼干是旧一旧 咱们咱们组还好 一个小童本来就爱吃蒜 一个湖北人真能吃辣 还有个山东人 还有个山东人 大山东人 吃蒜长大的 离不开蒜头 来了 我先给出题目的棋干 做好准备啊 听完考虑一下这轮压多少个蒜 这个小品由胡宗奇导演 黄红龚翰林林永健表演 二零零五年央视春晚的作品 装修 装修 八十 八十一锤 对 这大锤吗 大锤八十 八十 八十 可以开始压大蒜了 王牌家族压三瓣 三瓣 成哥 这个作品我们太熟了 我们欧印 欧印 完了 完了 也别太 不用吗 有点瘦心 万一呢 我们年轻人多 你太可怕了 咱咱小试牛刀 是 这一会就这么点 说说说 再给我来两个蒜变吧 开始压大蒜 六瓣小蒜 第一段视频请播放 大大嫂 我本来不想过境 只是想套一个笔厨 你套笔厨啊 我们家笔厨干做好啊 我正骚会呢 好吗 一个大锤轮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鸡 下一句 要不这俩就破了姜了 你知道吗 得 我们连口音都学出来 学都像 是吧 抢答的意思是先举手 先举手 先自罚一半 来来来来 自罚一半 先自罚一半 其实自罚一半 自罚自罚 先自罚一盘 自一半一半一半 自罚一半 太大了 这个有点 这是啥 这是啥大小的 大老爷们 你这 好 好 好 咱们是努服书 好吧 哎呀爷们爷们啊爷们 说答案是什么 幸亏我来得及时啊 要不我这脸就破了像了 您知道吗 答的不能算完全对 可可他答的不对 还好我躲得及啊 要不 幸亏我躲得及啊 要不我这脸呢就破了像了 你刺了吗 有没有那个刺了吗 没有 没有 不用那么长吗 我要把这演完吗 就那一句啊 那是完整的一句啊 没有知道吗 没有你知道吗 破了就破了像 就破了像了 没有知道吗 有 有 别告诉他 反正啊 我们不知道那个林永坚老师有没有 如果我们自己写这个作品的话 不应该有 不应该在这里 后面那稍微在等了 对 我就破了像了 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自导吗 好 好嘛 一个大推轮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及啊 要不然我这个脸呢 可就破了像了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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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嘞 确实要不发生更能更想 说二林老师当年演错了是吧 对对 吃对方的三瓣算 这样吧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我们家族应该 用一个投票纸 还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你是真的长大了 那以后 投票我真是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认为 因为腾哥这种资历 我觉得他一个人有一票否决权 好不好 对 这你们的老大哥跟你们扯 这是干啥 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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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呀 快快快给他给他个面包吃 快给他个面包吃 快给他个面包吃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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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为了吃那块面包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去抢那个快快 我们下一题了啊 来吧 来吧 三头啊 听一下提示 一九九二年央视春晚小品 是遗估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赵丽荣老师的代表作之一 小品中的经典制作 准备抢答 请播放视频 今天要是不跟你玩两下 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 啥叫新生活 我教他你也看着 看着呢 什么叫躺客 记住了 躺客奏事 躺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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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胸 收腹 把腿振起来 躺 躺 躺客奏事 躺着走 散步一串 躺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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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抢 我记得我 哎 他们俩好像抢杂了是吧 我俩刚才都演了一遍 哈哈哈 就给他俩换下来 哦就换了 换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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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呃 五步以下摇 六步一着手 然后你再躺着躺着走 哈哈哈哈 对 哇塞 好 这个作品就这么定了 哈哈哈哈 大爷主大爷说了 哈哈 我提醒一下 最后还差几个字 这叫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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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躺着 这就叫躺着 躺着 躺不躺 躺 躺躺躺躺 躺躺躺 躺啊 躺躺躺 毕顾躺 躺躺 躺躺躺躺躺 对 没有 绝对不是 没有 躺 躺躺啊 躺 我们躺,我们躺 我们躺 伦他们躺 散吵 哈哈 现在的关键就是有躺没躺 请拨答案 没躺 残步一串那么两啊 两回头 五步一下摇 那么六步一招手 然后你再弹啊弹得走 这叫弹克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没有奏 有奏逻辑是不对的 龚汉林老师说这叫弹克 你说你这奏叫弹克 这不对 逻辑上就错误 这叫弹克 吃对方的三瓣蒜 我们这三瓣跟这三瓣怎么 吃这边的啊 吃这边的 哎呦他俩才爱吃蒜的 你说做着多好 上来这揍是揍干啥的 五瓣吧 三瓣 五瓣了 后面后面有可以加一瓣吧 四瓣 四瓣 那这边加一瓣行不行 来了啊下一题啊 来请听提示 这是由黄龚与郭东霖表演的相声 先举手啊 这个作品在2000年的春晚上播出 你应该知道啊 我差不多 到我了 哎到你了 成热来了 那是刚刚出来 哈哈哈哈 他应该知道那是 不是一会你这么说 我一会我要万一要不知道 麻烦了 来吧请出题 我北千万一加入车人 你喜欢谁的 我又走 你又看录像这个不少天气 哦 哦 我说好天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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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put it 外国就不刮风吗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风 刮风 楼 楼 楼 会吓唬人家 哦 哦 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 呀 呀 你是故意唱跑调的吗 你是故意唱跑调的吗 跑调的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吗 啊 没有呀 没有呀 有没有 有啊 没有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错的 错了 错的 啊 我都知道答案 答错了 错的 答错了 他应该是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呀 七呀 我爱我刚说七呀 七呀 他没说呀 他妈没说 主要是没有哦 也没有哦 对 接一下 前面他接在他上的哦 前面也没有 有有有了 没有没有哦 往前倒一倒 倒一倒 答答案你答 敌干干啥呀 哈哈 不是 他在找那个调 对呀 你们这是耍赖 麻花的会计 给海银海宝结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不太这样了 沈腾你呆 哎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我白呢 我 咱看有没有压 外国就不刮 刮 记记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呀 没说七呀 对对七呀 七呀七呀七呀 所以他有七呀是吧 七呀有 有七呀 哈哈 是有那个压的 四半啊 四半四半 四半 哎哎你看 你怎么都打走了 也不给我们留点 你怎么都打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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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题啊 请听提示 这是一个1995年的春晚作品 95年 由赵立荣老师 孔汉林老师 孟威等进行表演 还是四板啊 我就问串来没来吗 串 起手正在接待 起手回去吧 请出提干 哎呦多么心潮啊 感觉怎么样 感觉啊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平戏的呢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平戏的呢 呃 就这样了哎 这确实不知道 举手举手 答案是 不是不是大兄弟啊 总务总统总监 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啊 来请播放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平戏的呢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平戏的呢 不是不是大熊的呀 什么不是 总务总务总统 总总总总总监 总监 总监呢 回答就去 哇 哇 对呐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这个挺厉害 这个挺厉害 来吧 四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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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提了自己决定放几头 你俩来 多个人多把力气 你俩得来了 你俩尝尝来 请听提干 这是一个由马记老师编剧 并表演的单口相声 1984年春晚播出 与肉盘相言 不是 你把面包给人放过去 你干啥 你出啥力了 答题答题没答 算算不 你来看面包 我已经是这道题 我先垫一垫 答不上来 先表示一下愧疚 请看题 我们宇宙详言 历史有久 经验丰富 设备完善 技术一流 请您记住 电报挂号 14625 14625 24680 不是 他前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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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0 不管3721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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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明姐 不管3721 哎不 那我就知道了 你们确认不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 电话不管三七二十 电话不管三七二十 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 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 别对视了 你俩没生出来的都 那个一岁那个三十岁 你看啥 这么精湛的节目 前天我们还在看 那你告诉我答案 答案 我明确一下 刚刚说的是电报挂号 一推六二五 对 电话号码 有没有号码两个字 我们是有号码 没有号码 没有号码 不是 你看你对战了 前面是电报 前面是电报 不是你听我说完 你先听我说完 咱们别再挑爷爷们的错误了 好吗 先说一下对账应该是怎么样的 看看你 对账前面是电报号号 那这个应该是电话号码 这叫对账的 马头老师说是有号码两个字 那就有 有没有 有 没有 有是没有 爸 爸 爸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没有啊 哈哈哈 爸爸有没有啊 真答应你了你说给咋的 哈哈哈 我这作为徒孙辈儿的 我这膝带都准备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有没有号码 电话不管三千二一 还是电话号码 不管三千二一 电报光号一天六二五 电话号码 没有号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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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 算我爸演错了 好不好 哎呦 哈哈哈哈 你这话就他敢说 谁敢说 是啊 我都不敢啊 我哈哈 来吧 看答案 电报挂号一退六二五 电话不管三千二十一 哈哈哈哈 请吃 哎哎 哎 不要 先不着急吃啊 我给一个追加题里面要答对了 咱们就再打平 行 好 很简单 就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宇宙盘香烟吗不是 你要能答出这个来 你就是真熟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不叫宇宙盘香烟 所以他就 我看看啊 等会儿等会儿 宇宙盘 能想不 那就叫 夏海 小妈妈 一盒宇宙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一笔小妈妈 哈哈哈哈 就这点还指导我失言 哈哈哈哈 一个推销员 哎呀 瞧我 一个推销员 一个推销员 你这一说还得运一下 这个是不是吃的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后来传承宇宙盘香烟 因为这句话大家特喜欢 五半五半 哎呀 你们你们吃啊 哎 你难道没吃过大蒜面包吗 哈哈哈哈 你把它塞到那个面包里面 嗯 这样呢 你就当你是吃的是热狗 我的好弟弟 好 我的好妹妹 一个湖北人一辈子没吃过什么 算 王牌福利来了 4月22号到5月4号上Vivo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 30万张大额优惠券等你来领 今晚8点半到12点 福利加码 限时抢全面出色的Vivo S12 Pro 王牌专属额优惠 就是现在赶快行动 可 喜剧的形势多种多样呢 除了小品呢 其实喜剧电影也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名场面 接下来就有请凌姐和喜剧新人花花合作带来一个音乐小品 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经典喜剧电影 喜剧之王 喂 他怎么多了呀 什么都看不到 前面那海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啊 这你就不懂啊 天亮之后就会很漂亮 会不会通商店就亮了 我走了 干什么去啊 去搞笑了 去哪儿搞笑啊 去完牌了 不去搞笑行不行啊 不去搞笑你养我啊 行 那你去吧 哎 又怎么了 我跟你一起去搞笑啊 你还是去找小童吧 他比你还想搞笑呢 走了 你现在要好你自己吧 小话 说走就走就走的你 像个浩瀚不回头 说好的 看日出却留我独手 And baby Oh my getting kisses I give up to you Oh我的心 为你等待 你能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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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让回首 还把我笑一跳 刚刚刚好 刚刚好 我都不想你把我灭掉 好想被你高笑 相信我能做好 因为我最近学会了不少商量 Oh baby Oh my getting kisses I give up to you Oh我想和你一起着笑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谢谢林姐和花花的精彩演绎 不管是小品还是电影 都是喜剧人 送给观众最好的礼物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考验 下面进入七猫必读时刻 不知道看什么小说 就上七猫必读吧 推荐我最近在看的 龙王的山村田园生活 没事儿溜溜狗种种田 感受乡村生活的乐趣 快去七猫上看吧 ø 甚至最后你很纯 rides 嗯 谢谢大家